我们是不可以去吃宵夜 显得台湾太小气太霸道了 是由台北市政府来提出 也会符合低调、单纯、安全等原则 所以政府相关单位评估之后 同意用专案的方式来许可 没有在这个表上的行程 他们是不可以去吃宵夜 防友或者是去自由走一走的 只能呆在旅馆里足不出户了 这样的一个两岸交流 我觉得实在显得台湾或者是陆委会 太小气太霸道了 限制居住令 还有在处理上拖延等等 这些都不是事实 同时市政府也没有提出所谓宵夜的行程 打脸自己确实证实 吃宵夜市政府没有向陆委会提出这个申请 所以就不可以吃宵夜 所以就不可以吃宵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